乐高星球大战天行者传奇的画面表现力是如此惊艳 它抢在爆能枪的火光之前就击中了我的心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Traveler's Tale的最新立作再次回到了那个遥远的星系 其与2007年的乐高星球大战完整传奇 共享着近乎一致的电影背景 相较之下这一版就显得出色很多了 我从游戏的第四章节开始试玩 此时莱雅公主正在阻止达斯维达夺回死心图纸 在完整传奇版本里 护卫舰的主体由平淡武器的走廊以及白色灰调的房间组成 如今它却焕然一新 不仅色彩鲜艳细节真实 还有比挥舞光剑更平滑的视觉效果 仿佛让玩家置身于现实之中 当我和风暴兵们作战时 周围的电子设备也在不断奔出火花冒起真气 电脑终端散发出七色的红光 红色的雏形光芒旋转着 倒映在闪亮的地板上 一切都颇具真实感 抛开这些让人身临其境的画面细节不谈 我们始终处在一个由迷你玩具砖块搭建而成的空间里 不管是那些暴露在外的凸起连接处 肉眼可见的砖块接缝 还是偶尔能撇见的乐高标志 它们都传递着同样的信息 只需清灰光剑 玩家就能把敌人砍成一堆塑料零件 制作团队也重新设计了游戏中的任务目标和各种谜题 在试完后期的某一段里 我得在莫斯埃斯利太空港抵御风暴兵的进攻 与此同时 让楚巴卡准备驾驶千年损耗起飞 旧版中 玩家需要先击退好几波敌人 才能登上韩索罗的飞船 而如今在天行者传奇里 除了抵御成群的风暴兵 通过解谜来帮助楚巴卡修理飞船 也同样能推动游戏进程 除了飞船机制 战斗也是游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本作的战斗系统历经了大幅改动 不光是镜头视角缩紧了 枪战也有了更多的深度和策略性 风暴兵的兵种变丰富了 有标准的步枪手 狙击手 还有重型单位 玩家也能更精确地瞄准敌人了 比如像敌方腿部射击可以使其受伤 射下敌方的头盔可以暴露出脆弱的头部 近战方面同样有所增强 狂按同一个攻击键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如今玩家要利用多个按键来释放更强的组合剂了 同一招用久了之后 敌人是会开始格挡的 光剑攻击同样如此 而原力技能确实为战斗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综上所述 我对战斗系统的改动持肯定态度 本作的挑战性和成就感也因此大获提升 何况游戏中的攻击动画还多很出色 简直如电影镜头般顺畅 玩家能将敌人击倒为砖块堆也是个不错的设计 它提供了收集零件的新思路 在游戏里我们打出的联机数越高 获得的零件也就越多 本作还引入了全新的凯博积木设计 它是极具价值的收集物品 与系列中真正的绝地武士这一系统息息相关 该系统的计量条现在分为三个部分 填充计量条不光能推动其进度 还能额外解锁一块凯博积木 此外这些收集物品也能为全新的角色成长系统服务 凯博积木能用于解锁核心 以及基于职业的特殊能力 前者对游戏内的所有角色都有所增益 而后者则专门针对某些特定的星球大战角色 像是无赖又或是赏金猎人 举例来说吧 带着死心图纸登陆塔图音时 我就能解锁快速冲刺了 让自己的移动速度提高了10% 等到试玩结束时 我一共只获得了三块凯博积木 只差一块就能解锁无赖职业下的新能力了 在我的想象中 脚底打滑的韩索罗 一定能像打保龄球一样 轻松推倒来袭的风暴兵 乐高星球大战天行者传奇 将于4月5日正式推出 届时再让我们看看 它能否达到各位心中的预期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